一发现不对劲 赶紧拉那人上来 很多女孩都喜欢珠宝 亮闪闪 戴上以后光彩夺目 显得整个人都很有气质 今天咱就聊一个古代专门刀动珠宝的行业 采珠人 喜欢珠宝这个事当然是自古就有 那会珠宝也分好多种 其中珍珠是最受人欢迎的之一 但珍珠一般都是在海里得有技术的人 才能下去采到 所以采珠人这个行业就应运而生 但是最早的采珠人是纯凭个人技术 几乎没有什么防护用品 就靠着水性好溜进海底去找珍珠 所以动不动会发生事故 一口气没上来 珍珠没采到 人也葬身海底 后来大伙有经验了 开始搞合作制 首先要驾着船出海 一般是俩人一组 一个把绳子绑在自个儿腰上 另一头系在船上 而后带着篮子跳进海里 另一个人就在船上看着绳子 仔细观察 一发现不对劲 赶紧拉那人上来 这样一来 比之前大伙自己单干的时候安全了许多 再后来有聪明人发明了一套潜水装备 简单来说就是用一种锡做的空管把嘴跟鼻子都罩上 管子另一头就延伸到水面上 所以这管子特别长 有点麻烦 但好处是在水下待的时间会长不少 有功夫去找那上好的珍珠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需要上头说的那样 两人配合 一有问题赶紧拉绳子 而且大伙潜过水的人都知道 水下的温度是很低 容易把人冻坏了 所以每一次完成任务 从水下上来的采珠人 都得赶紧拿着煮热了的毯子 把自己包起来 恢复体温 不然憋是没憋死 容易给冻死 这就是采珠人的工作 这个活其实挺辛苦 但是这就跟以前冒着生命危险 去深山老林里边挖人参那帮是一样的 一旦你真找到一颗大珍珠 从此之后就一夜暴富 所以即便这工作这么折腾人 也仍然有不少人前仆后继的去干 要不说为了生活谁都不容易呢